对不起对不起 好险些有练过 偶像剧的情节 节也是撑得起来的 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刚被淫妆了你对不对 我现在找这个了 我还以为是钻石了 结果十块 你不要想看这十块钱 当刷卡机坏掉的时候 你也许就因为这十块钱 你就买不了十万块的钻石 说得没错 说得没错 但是捡东西这种事 就让男士代劳吧 这男的 是偶像剧看太多了吧 谢谢 你好我是Peter 我是Maggie小姐特别聘估的行为改造师 那是什么 就是美姿美衣老师的好听说法 有些人的名词比较多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吃饭吧 吃饭 不是要来上课吗 怎么又要去吃饭了 我个人的教学理念 就是只要你知道为什么 你自然就会记得了 走 走 我知道你认为这些凡文入节都是多余的 做作的 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在别人面前留下很好的印象 进而达成合作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你的未婚妇 只要做到这些 你就成功一半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还是只想偷上课 还是只想偷上课 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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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开心 周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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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穿着跟逗牛系 一样出现在我家 你就是张李谦吧 我是曼根请来 训练少小姐的Peter 可是训练就训练 为什么要喝酒呢 品酒是社交场合中 相当重要的意患 虽然喝醉是个意外 但是这样子少小姐 也能够更清楚 自己的量在哪里 懂得分寸之后 她就能够保存自己 最优雅的一面 当然让你看到这样 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也希望你能够理解 这就是训练的过程 既然未婚夫都回来了 照顾少小姐的责任 就交给你了 对了 我刚刚扶少小姐进来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脚 你再留意一下 看她有没有受伤 对了 我刚刚在跟少小姐 玩斗牛游戏的时候 大腿那次好像不小心插上了 你再留意一下 看我会伤得太严重了 走了 等一下 什么动牛游戏 以后少子的品酒 我来训练就好了 你不准跟她喝酒 听到没有 熟导 少小姐能够有你这样的 wipman服务 真的很幸福 你为什么要碰我胸部 嗯 碰你离开 对了对了对了 我给你澄清一下哦 其实呢 我这个人酒量真的很好 我真的平常谦卑不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 不小心喝醉了 没关系 反而是你的未婚服务比较介意 真的吗 有点可惜 你没有看到她吃醋的样子 好 嘿 张力千怎么吃醋啊 孝子的酒量 以后我来训练就可以了 从今以后 不准你跟我的五盆妻喝酒 听懂了吗 大概是这样吧 张力千怎么会这样的样子啊 夏天群她应该登报道歉 并且立刻把饭店 低价出售给我们张家 我希望你 站在张家的立场 替张家考量一下 你要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去牺牲我的朋友 放到